《阿彌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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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師慈悲 各位蓮藥 南無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繼續學習《阿彌陀經》 接下來我先把經句跟主詩的法語讀一遍好了 我們看 《阿彌陀經》裡面就講到 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其實是代表 阿彌陀佛跟念佛人的壽命都是無量無邊的 一般講就是無量壽 所以念佛人的命 其實跟阿彌陀佛的命是一個命 因為阿彌陀佛是無量壽 我們念佛人也會得到無量壽 所以念佛人跟阿彌陀佛 其實都是同一個命來的 也因為這樣 所以就已經說明了 念佛人跟阿彌陀佛的關係 我們跟阿彌陀佛是什麽關係呢? 你看 佛說的 我們念佛人就是阿彌陀佛的人民 我們就是歸命阿彌陀佛的 歸命阿彌陀佛是什麽樣的呢? 如果講個比喻來說 就好像病人交給醫生 或者孩子相信父母的那一種 這種情況通常都是歸命 就是你無條件的相信 是吧? 像小孩子生下來 什麽也不會 就是完全信任父母嘛 像一個病人 他躺在手術台上 難道說他還要懷疑醫生的技術嗎? 都不會了 就是無條件的相信而已 你雖然說不是很認識這個醫生 但是你還選擇相信他 我們念佛人 對阿彌陀佛其實就是要這樣 我們平常念南無阿彌陀佛 那心態上就是歸命阿彌陀佛交給阿彌陀佛的 我們往生極樂世界的事情 一切都是讓阿彌陀佛來安排 還有什麼呢? 業障煩惱 還是讓阿彌陀佛給我們化解 或者是說 世間如果我們遇到什麽困難 我們自己沒有辦法解決 還是念佛讓阿彌陀佛加持給我們一個圓滿的結果 就是遇到的一切一切都是念佛交給彌陀 這就是歸命啦 這就是南無阿彌陀佛 有一位香港的大學生 叫做佛語居士 雖然說他已經歸一了 但是他對佛法並不是很了解的 他平常只知道有南無阿彌陀佛而已 那有一次 他媽媽感覺腹部很痛 就去醫院檢查一下 那檢查完 他媽媽就給他來電說 這只是一個膽結石而已 就是非常輕的 所以要佛語不用特別的擔心 但是佛語聽了還是不放心 他就回家看一看 結果還真的很嚴重 親戚就說 媽媽的情況其實是非常的不樂觀 醫生也診斷說 是腎臟那邊長出來一顆腫瘤 那媽媽是為了他安慰他才撒謊的 佛語聽了當然就很擔心 但是第一時間他想到的就是跟阿彌陀佛祈願 當時他一心急 佛語就跑到佛像面前的念佛 當時他看到阿彌陀佛的佛像 除了旁邊擺設衣服的觀性菩薩 還比較有看過以外 他說還有另外一尊菩薩在阿彌陀佛旁邊 他根本就不認識 所以我們看佛語學佛 他並不是很深入的 連阿彌陀佛的左右手大四字菩薩 他也不認識 那個時候他想到媽媽的病情也是很緊張的 但是他說他一看到阿彌陀佛 這個慈悲 慈祥的臉象 還看到阿彌陀佛的手是垂下來的 就好像在接納面對家人病苦的他 所以看到這麼慈悲的阿彌陀佛 一句一句的南無阿彌陀佛 自然就從他嘴巴念出來了 他就是一直念佛 他這個時候也只能念佛向佛祈願了 他念到累的時候 他也想到說明天還要去醫院 照顧媽媽 所以他就上床先睡覺了 結果這個一睡 他就夢到阿彌陀佛的線前了 他說當時他在夢裡是看到自己 站在蓮花上面的 阿彌陀佛就出現在半空當中 佛語說 在夢裡看到阿彌陀佛的時候 整個人幾乎都傻掉了 他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只有呆呆就這樣子看著阿彌陀佛 可能就太緊張了 就太驚訝了 所以一般的人 平常可能覺得他很多話要跟阿彌陀佛說 但是可能一見面的時候 就像這位佛語一樣就傻掉了 什麼都講不出來了 那雖然說他講不出來 但是慈悲的阿彌陀佛還是知道的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阿彌陀佛在這個時候 他就跟佛語講 不用太過擔心媽媽的情況 一切都會逢凶化吉 會沒事的 佛語說當時他聽到阿彌陀佛的聲音 整個人就感到特別的溫暖安詳 他到了現在都還記得印象很深刻 那這個時候 身旁的觀星菩薩其實也跟著出現了 菩薩是拿著羊柳枝 滴了幾滴的甘露水 他本來是看到媽媽穿著病人的衣服的 但是被佛菩薩這樣子灑水以後 媽媽就轉變成很快樂 活潑的樣子 這個整個過程 佛語他就是呆呆地站在那裡看著 他就說 後來醒過來以後 他感到有點後悔 因為當時他沒有跟阿彌陀佛立刻的道歉 結果還真的 媽媽過後治療非常的順利 甚至動完手術幾天而已 媽媽就可以下病床自立生活了 醫生都說 這個媽媽的情況不可思議 因為要恢復的比一般人還要快 那我聽到的時候就想 哇 有阿彌陀佛的甘露水加十 那當然恢復快的吧 佛語的媽媽整個人精神就很好 才兩個星期就出院了 看不出來這是剛剛 動一個大手術切癌症腫瘤的病人來的 過了不久 他也開始去公園 跟大家念佛拍手操的 精神他就特別的好 所以一家人對阿彌陀佛特別的感恩 所以說 各位 講念佛歸命阿彌陀佛就是這樣 就不管說今天我們是遇到什麼難題 也不管我們是心急 煩惱 困惑 就好像剛才佛語知道媽媽生病了 她心情可以說是完全被打亂的 這個時候基本上還談不上什麼樣的功夫親近 因為凡夫遇到這樣子的苦難 心情 失序都是亂掉的 但是佛語看到佛的慈悲相就渡相 就念佛把媽媽生大病這個事情 就交給阿彌陀佛 那果然還真的有感應 當然也沒有絕對說你念佛一定會病好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不管是什麼樣的結果 都是一個圓滿的結果 像有些人生大病念佛 雖然說他們有病好 但是能夠往生淨土 往生之前病苦減輕 這也是一個圓滿的結果 要不然生大病還拖在這個世界 各位 其實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來的 我給你們看一個照片 這是醫院的一位醫生拍的 你們看這個小孩 當時他才7歲 但是身體器官就出現了問題 所以就用這個機器維持生命 就是要爭取時間 好讓醫生可以想辦法來搶救 但是沒有想到的是 這個機器裝了下去沒有多久 這個小孩四肢 兩隻手 兩隻腳都黑掉了 現在如果說要救的話 你必須把四隻手腳都切掉 要不然會越來越嚴重 但是切掉以後 你也不一定會找到辦法搶救成功 只是要試試看的那一種 就是可能你這樣做會救得回來 但是可能你救不回來也不一定 但是現在肯定的是 這個小孩子他的手腳一定沒有了 那各位 世間一般認為說 就是活著就好 活著就是有希望 但是各位 現在世子已經沒有了 機器還要接住他的心臟跟肺部 他整天就是躺在病床上看著天花板 遭受到痛苦 前路茫茫 那請問我們現在還能夠講得出 活著就是好這樣子的話嗎? 如果我們是這個小孩子 我們又願意過這樣子的生活嗎? 還是說 如果真的遇到這種極端的情況 我們就是念佛 等著阿彌陀佛進行 往生極樂世界就好 就好像說 一個蠻果 它在樹上如果已經成熟了 自然就要掉下來了 對不對? 如果蠻果成熟 在樹上不肯掉下來的話 它接下來就是自己爛掉 臭掉而已 請問這個是好事嗎? 就是說 我們人這一生的生命 如果已經走到成熟的階段 可能說年紀大了 那有些不是年紀大 就是生大病了 這些都是生命成熟 準備換下一生的生命 那阿彌陀佛就會現前 把我們念佛人接到極樂世界去 所以有些人 他生大病的絕症 他念佛可能沒有立刻的痊癒 反而往生淨土就是這樣 因為他這一生的命已經到了 講命到 可能是有點不好聽 那好聽一點 就是他這一生的生命已經成熟了 或者是說 他在極樂世界的蓮花已經開花了 成熟了 開花了 就要落葉歸根 就是要被阿彌陀佛建議到極樂世界去了 說實在的 生命也不是單單指我們這一生的身體而已 我們普通人看到人家過世會掉眼淚 會傷心 其實也只是我們的誤解 也是我們的錯覺 就是說 我們看錯 理解錯了 因為一般人認為說 死亡就是結束 好像玩遊戲 Game Over的那一種 當然 如果你是這種觀念 你當然會傷心啊 但是事實上 生命是永遠不會結束的 生命是會永遠繼續下去的 所以死亡 其實它只是一種搬家 你從這一生的生命 你搬到下一生的生命而已 所以既然這樣 我們應該追求更圓滿的生命才是 因為從來沒有人會希望自己的命越來越不好的 對不對? 一般人常常說要進步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 我們下一世的生命比我們這一生更好的嘛 那最好的命就是到阿彌陀佛的淨土了 因為佛就說了 你看 到了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我們就是跟阿彌陀佛一樣 是無量壽 壽命無量無邊 我們在這個世間 長期都有聽到 所謂的藏身不實 你看以前的王弟 或者埃及的穆乃伊 是現在有人修道修仙 打妄想說 要藏身不老 藏身不實 那這個在極樂世界 真的就達到了 中國古時候 常常就講藏身不實 但是各位 從來都沒有一個人 從五千年可以活到現在的 但是 在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就有 阿彌陀佛可以說已經活樂十節了 一節都不知道有千萬億年 現在阿彌陀佛是十節了 而且還有無量無邊的壽命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的藏身不實 反而我們這個世界講的藏身不實 都是假的 但是話說回來 就算我們這個世界有藏身不實也好 我們也不敢要啊 是不是 各位? 我在這個世界 我給妳藏壽妳要不要? 妳身旁 有沒有人是活到一百歲的? 妳有看過他的情況嗎? 我跟妳們說 我就是有看過 我看過一位老人家 現在還已經過世很久了 她是在90多歲的時候過世的 一般來說 90多歲算是很長瘦了 但是這位老婆婆從70多歲開始 她眼睛就看不見了 頭腦也不大清楚 就認不得人 生活也不能治理 不管白天晚上有時候一直大喊大叫 70多歲到90多歲 這個20多年以來一直躺在病床上 進一進一出 出醫院都不知道多少次了 所以妳還會覺得說 在這個世界長壽是好事嗎? 90多歲這樣 那如果活到200歲呢? 如果還要活到200歲 當然這個皺紋皺到眼睛都睜不起來了 所以每次這個老人家生日快樂都祝福他壽比南山 各位 什麼叫做壽比南山? 壽比南山是祝福老人家活到1000歲啊 哇 這個我聽起來都不像是祝福啊 比較像是詛咒啊 因為活到100歲都已經很辛苦了 現在還祝福說要活到1000歲啊? 那我根本不敢想像 這個老人家經歷的痛苦會有多少 尤其人老的時候 跟著來的就是生病 各位 老就是生病的因 病就是死的因 老病是連環扣的 所以 就算這個世界真的有長生不死 我們還是要到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長生不死 無量受的比較好 因為 阿彌陀佛的無量受是快樂的 沒有老病 沒有災難 沒有壞事 沒有討厭的人 什麼都可以得到 一切一切都是最順心 都是最美好的事 壽命無量無邊 但是有保證一定快樂 這種無量受 我們才說真的是好事啦 對不對? 所以各位 我們就是以我們這一生短短苦難的幾年的生命 來念佛 得到阿彌陀佛快樂的無量受 你們覺得說這樣子划不划算呢? 好像你花一塊錢 換到多多錢 請問你要不要? 各位 不要假鬼假怪齁 這裡的人甚至學了佛 有些還很喜歡排隊 買萬字票要中大獎的 所以哪裡會不要? 就是想以少少能換多多的 那這一次 我們念佛人真的是中大獎了 因為我們只要每天花少少的時間 來念這個六個字 南無阿彌陀佛 就我們這一生短短的生命 但是 就能夠換得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無量受 所以各位 這次真的是中大獎了 你一輩子 買萬字票 可能都沒有中過這個頭獎 結果一踏進來 這個淨土中念佛就中了 所以從這裡 也就可以知道 佛說的無量受命 這個受跟命 其實是不大相同的 就是說 受是受 命是命 受命 兩個字是可以分開來看的 因為受指的是時間 但是命 可以說是從品質上來講 就好像說 有兩個人都活到80歲 那我們覺得說 這兩個人的命會是一樣的嗎? 各位 我講一個例子 一個是皇帝活到80歲 另外一個是乞丐活到80歲 那請問這兩個人的80歲會是一樣的嗎? 當然就不一樣啦 所以受可以說是一樣的 都是80歲 但是命會有不同 受跟命差別就是這樣 所以世間講說 算命算命 就是要看這個命的品質是好還是壞 所以為什麼說念南無阿彌陀佛會跟其他的不一樣? 就是因為念佛可以把我們的命給改了 就改成阿彌陀佛淨土 極樂世界成佛的無量壽命 雖然說 我們念佛人 還是跟沒有念佛的人看起來沒有兩樣 頭髮還是那個頭髮 鼻子還是那個鼻子 我們念佛以後也不會多長出來多一個嘴巴的 對不對? 我們念佛以後會多長出來一個嘴巴嗎? 當然不會吧 所以念佛以後看起來還是跟普通人一樣的 但是 我們念佛人的命就改了 我們念佛人的命就是彌陀經所講的 只有快樂 沒有痛苦的命 所以彌陀經講的 念佛改命 還比什麼了凡世訊改變命運更加的好啊 各位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了凡世訊? 聽說 有些人念佛以後還特別的羨慕 很崇拜這個了凡世訊 聖世天天都要學了這個了凡世訊 把了凡世訊當作寶貝一樣 說學了了凡世訊才能夠改變命運 當時我聽到這裡就想了 明明自己的家裡佛門有阿彌陀經改命運的大法 結果你還羨慕世間人的改命 各位 了凡先生就算有改命 他改來改去 其實還是輪迴的命 但是念佛改的 是解脫到淨土成佛安樂的命 你這個怎麼能夠比呢? 因為輪迴都是在做夢 念佛到淨土是夢醒啊 做夢的人 又怎麼能夠跟夢醒的人來比較呢? 是不是? 像以前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叫《黃良一夢》 就以前有一個書生 他看到人家當官很富貴 但是 自己每次考試考官都不會中 所以 他就開始抱怨自己的人生 我怎麼會這麼不勝? 我怎麼會這麼倒楣? 各位 聽起來有沒有似曾相似的感覺? 可能有齁 我們有時候就是抱怨自己人生有這樣子的事情 這位書生也是差不多 就抱怨自己的人生很不順 那有一天 他來到一個餐廳 點了一個飯 但是 就在等飯的時候 他不小心就睡著了 突然這個時候 他聽到外面有敲鑼打鼓的 原來是官府的人來通知他說 他這次考試考中了 終於可以當官揚眉吐氣了 後來 他當官的路很順 一直升官 升到王帝京城那裡 王帝看到他很優秀 然後就把自己的女兒 就是所謂的公主 就嫁給他 從此 這位書生就變成父馬爺 就是王帝的親戚了 幾十年來 就這樣子過去了 最後 他都是子孫滿堂 榮華富貴的 但是自己 這個時候也老了 那在有一天 他長在床上 就這樣子兩腿一伸 突然就嚇了一跳 這個時候 他從吃飯的桌子就跌了下來 哎呀 這個時候 他才發現 他還在剛剛一開始的餐廳 原來剛才那些都是他在做夢 連他訂的飯菜都還沒有煮好 但是在夢裡 就好像過了一輩子了 當時有一個老人家 經過他的旁邊 就問他說 哇 你當王帝的親戚父馬爺 還當得過癮吧? 這位書生才明白過來 人生 其實講白了 就是一場夢而已 你看古人講的 其實 就是不管怎麼樣的人生也好 都是跟夢差不多 就是很虛幻不實的 做不到的 而且瞬間就過了 各位 我們想想看 我們能夠做得到自己的人生嗎? 都做不到的 你想要做到的時候 那一刻其實也就過去了 就算做到我們自己想要的東西 但是各位不會長久的 講一個例子來說 我們看 以前這個蘋果手機 iPhone 第一代出現的時候 聽說那個時候全世界的人都瘋掉了 全球幾百萬人都買這個新手機 但是一轉眼 到了現在 這個蘋果手機已經出了 不知道第12代還是第13代 那請問大家 當初這個第一代 人人瘋狂的手機跑到哪裡了呢? 現在就算免費送第一代的手機 大概都沒有人要了 因為這個太久了 再過10年 現在的12代、13代最新管的 也同樣會變成古董 也同樣會沒有人再問呢 就是說 我們現在努力做認為有價值的事情 但是以後都會變成沒有價值 講大了 這個地球遲早都會有消失的一天 任何東西都是會沉住壞空 那請問到時 誰還記得有什麼iPhone啊 Samsung啊 馬雲啊 Bill Gates啊 這些人呢? 所以我們的人生 我們在這個輪迴的世界就是這樣 所以人生 其實就是跟這個夢差不多 就好像說 昨天晚上我們睡覺做夢 那不管是好夢還是壞夢 現在醒過來的時候 其實也就過去了 我們的人生 過得好、過得不好 看清楚也就是這樣 也都會成為過去 沒有一個真的可以留得住的 所以看清楚的時候 我們還會為這樣子的人生 聘到你死我活了嗎? 當然不會了 當然不是說 這樣我們什麼都不做 我們人活在這個世間 還是要一直住行的 只是說 當我們看清楚自己的人生的真相是一場夢 人生只是一個過程 這樣我們在我們生活當中 其實會拿捏得到這個分寸 不至於說整天就是忙忙忙 什麼都不管 那忙到最後自己還糊裡糊塗的 搞不好還惹上一大堆的業障痛苦 像在新加坡 有一位剛剛過世不久的一位醫生 他叫做Richard Zhang 他算是小有名氣的 是因為他的經歷分享 會讓我們一般人會思考是很震撼的 張醫生在40歲的時候 他曾經被邀請到醫學院 對那些即將畢業的醫學生 講了自己一段的分享 張醫生說 他可以說是現代社會一個很典型的產品 因為他從小就是被這個社會灌輸 要成功賺大錢的觀念 我們看 現在的社會什麼叫做成功呢? 就是你賺大錢 他從小就是被灌輸這樣子成功的觀念 那為人生快樂就是要有這樣子的成功 所以 他從小到大 他都是要真的當第一的 運動 學習 活動 他都是要做到最棒 最後 他成功讀到這個醫學系 是新加坡國大畢業的 那可以說是新加坡最好的大學 是所有當地的學生是夢寐以求的 還是醫學系啊 但是他覺得說 只是當一個普通的醫生 甚至是專科醫生 其實賺錢都很少 你在那個時候 他看到美容整容的行業發展到越來越好 他就想到說 這個平常病人看醫生 30塊他都嫌貴 但是 來整容的人 花1萬塊來整容反而會花得很開心 哇 所以想到這裡 還是轉去做整容的醫生還是比較好 賺錢還能夠賺得比較多 也賺得開心一點 因為他成功的定義就是賺錢啊 賺錢才是成功 賺錢才是快樂 這樣當然 錢以外的價值意義 他不去管啊 當時當一個整容的醫生 確實給他帶來很多的錢 後來陸續找他整容的人 從要預約一個星期變成一個月 變成三個月 就是要提早三個月預約 才能夠找到張醫生給他整容 所以各位 你看 人這個愛美 真的愛到不知道怎麼講 那張醫生他生意越來越多 他也從一位醫生再請一位 再請兩位 再請三位 從新加坡的診所開到印尼去 印尼很多有錢的太太 就是肯花錢給他整容 所以他正式加入新加坡百萬富翁的行列 當時他的車不只是一輛兩輛的 而是他是擁有一大堆車 他分享的時候 就把當時他的車的照片就給大家看 他車可以說都是一整排的 各位 你要知道 在新加坡要買車多貴啊? 現在他不只一輛 而且好多輛 最後他還買了最貴的跑車 就是所謂的法拉利 聽說買法拉利的錢 基本上都可以拿來買一棟房子了 他也在新加坡也買了獨立式的房子 新加坡獨立式的房子 各位 一般人是買不起的 因為新加坡的地太少了 所以地上的屋子它就很貴 尤其這種獨立是單獨一間的 所以張醫生可以說 是正式成為新加坡的百萬富翁了 就沒有想到有一句話說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祸福 正當他40歲 一般人認為人生最精華的時候 他去立場地檢查身體 突然醫生告訴他說 發現他肺部有癌症 而且還是晚期第四期了 現在他的肺部是長滿了腫瘤 並且已經擴散到腦部 脊椎 肝臟的器官 當時他一聽到整個人都傻掉了 就是怎麼會這樣 因為他一直以來是有運動的 他說昨天你才去健身房舉重健身而已 還是很好的 怎麼一下子會被診斷是癌症晚期呢? 而且還擴散了 他自己也是一個醫生啊 他平常也不會忽略自己的健康的 他也不是吸煙鬼 家族也沒有得過癌症 他平常還是有在檢查身體的 但是這一下子就發生了 各位 以世間人標準來說 張醫生是一個很積極的人 你看 他讀書努力考第一 考上國大 大學 運動又好 當了醫生 技術優秀 賺了大錢 人也長得好看 平常還照顧健康 什麼事情都拼到底 張醫生當時就講 他本來以為說自己的人生 是自己可以控制得了的 一直以來 他都是在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 甚至達到世間人所講的人生巔峰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 他才知道 原來一切都不是他可以控制得了的 佛說無常就是這樣 無常本來就不是我們可以預想得到的 這個世間沒有一個事情可以永遠的保持 但是對一般人來說 尤其像張醫生這樣子對人生衝到底的人來講 他根本沒有察覺人生就是這樣子的事實 所以碰到障礙的時候 當然是接受不了啊 只有無言問蒼天 為什麼是我? 其實話說未來 為什麼要不是你呢? 各位 活在我們這個世間 有誰會保證我們不會生病呢? 我們只要是人都會生病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人不會生病 那請問誰會生病呢? 但是 我們現在社會的價值觀就不是這樣的 現在的社會 不管是父母 老師 家庭 學校 工作環境 朋友 大家談的只有成功 不談失敗的 就只談生 不談死 只講好 不講壞 其實這個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人一輩子 不可能是永遠成功順利的 以前有看過李小龍的師父 葉問先生 聽說葉問很有名 一來他是李小龍的師父嘛 二來聽說他的事情也拍了很多的電影 曾經有徒弟問葉問說 就說 要怎麼能夠成為最等打的那一個 最累要打架的那一個 葉問就說 就像我現在再能夠打 20年以後 隨便一個路邊年輕人都會把我打倒 甚至不用別人打 我老了 隨便一跌倒 我骨頭自己就脆掉了 還有他的弟子 你看 號稱人類最強的李小龍 各位 你們應該知道李小龍吧 聽說李小龍都是上一代的偶像 從東方打到西方 再從西方打回東方 可以說 是世界人類最強的代表之一 但是怎麼樣呢? 李小龍先生30多歲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心臟突然就停掉了 怎麼死的 到現在其實都還是不清不楚 所以各位 這個事件是沒有所謂 永恆的巔峰成功的 一切都是無常 尤其老病史 人人都要面對 但是我們現在的社會都不講這些事實 像在這個醫院 往往 你看 醫生看病成功救回來的案例 他就會登報紙 但是 失敗死掉就不活的 他就不去講 整天就是講奴隸 奴隸 但是如果遇到老 病 過世 失敗的 完全就不提 這樣其實觀念就很不對 因為當我們人不去接受 會面對發生事情的時候 那請問 到時候我們自己遇到的時候怎麼辦呢? 你保證遇到的時候一定垮的 因為你根本沒有心理準備 你沒有心理建設 張醫生當時就是被這樣子 社會錯誤的觀念灌輸 覺得人是可以永遠地成功的 結果 當知道自己生病的一瞬間 整個人就垮了 身體病了 心理也跟著病 以前人家告訴他說 只要有錢就會快樂 但是他說 當時的他 就算睡在他所謂那輛法拉利裡面 也快樂不起來 他在演講的時候 其實已經生病過後的10個月 在過去的這個10個月 他所謂40年以來所謂的成功 技術 學歷 頭銜 汽車 房子 名利 一個都沒有辦法讓他能夠笑得出來 一生病 這些快樂通通都沒有了 沒有一個能夠讓他快樂的起來 張醫生在那次演講最後 就用一句話來總結 他就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會死 但是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個事實 如果一個人真的相信自己會死的話 其實他就會過不一樣的生活了 張醫生就說 他在醫學院 對那些年輕醫生講這句話 聽起來是很不舒服 但是 這就是他這一生的寫照 他就是知道自己會死的時候 才懂得自己要怎麼樣的活 才知道應該把時間花在做有意義的事情 當然最後他就找到宗教 才讓他安心 開心起來 就算他生病了 不能痊癒 但是有了宗教信仰 知道自己的路 也不會一味的擔心 害怕了 各位 這是我們這一代 一個百萬富翁成功人士 專業醫生的心路歷程 那聽物是要會聽 聽到這樣子的事情要把它講的 收在我們的心裡思考自己的人生 我們就聽佛的話 追求念佛 往生極樂世界 要不然 單單世間的事情 到底能夠帶我們走得多遠呢? 單單世間的事情 又能夠帶得走嗎? 我們看 我們這一生就會忘記自己前世的事情 是不是? 我們前世 賺到的任何東西 一個都帶不來這一世 對不對? 有沒有人呢? 哪個人出生的時候 是帶著一百塊從媽媽的肚子生出來的? 也沒有啊 有的話 他們是嚇死人啊 所以各位 什麼都帶不走的 而那一輩子 真的就只像做夢 一次一次的輪迴 就是一次一次的做夢 它是沒有太多的價值跟意義的 因為它過了就沒有了 而且也無法帶走什麼東西 這一生是這樣 你下一世在輪迴裡面 也是差不多 搞不好 在輪迴 可能造業太多 當不了人 你躲在三二道 你就好玩啊 好玩不是自己玩啊 各位 講好玩 你是被人家玩啊 我們看 我們這個世界的小狗 還要整天被人家訓練的 Sit now Stand up 站起來 坐下 才可以吃東西 要先訓練狗這樣才能夠吃東西 那大象本來可以好好吃香蕉的 還要被訓練說要會畫畫 我都不知道吧 大象要畫畫是為了什麼? 大象又看不懂 所以我才說好玩啊 一旦你墮落 就被人玩到團團轉啊 你不是自己玩啊 是被人家玩啊 所以如果真的能夠看清楚這個輪迴 我們就會發現 這一生念佛被阿彌陀佛救渡到極樂世界 才是最有意義價值的 因為到了淨土 就是徹底從這樣顛倒輪迴的夢醒了過來了 就是永遠的安樂了 但是有人說這樣子的人生就是很消極 其實各位 當我們這樣子看待自己的人生 才會好過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佛說的 人生總是苦的 苦的事總是比較多 你不相信的話 我們今天可以把我們過去遇到的事情寫下來 到底是順利的多還是不順行的多? 我們會發現 我們這一生不順行的事情還是比較多的 什麼夫妻關係 什麼孩子問題 什麼工作不順 什麼經濟不好 生病 現在還疫情一大堆的 那遇到人生種種的不順 如果說 我們不知道人生是虛幻不實 好像一場夢 最有意義的 是念佛到阿彌陀佛的淨土 那請問我們怎麼會感恩吃豬? 怎麼會開心得了呢? 我們看 現代人講得積極 但是現代人能夠開心得了嗎? 現代人的物質生活可以說是非常好的 水電 物質 交通幾乎通通都有 但是就感覺不大開心了 要是人這麼開心的話 就不會有這麼多人得到什麼憂鬱症 精神分裂 心理病 甚至是自殺種種的 各位 你要知道 21世紀最難纏的 其實不再是癌症或者是心臟病了 21世紀最難纏的就是這些心理病了 這就是人類沒有看清楚自己人生的後果 當然不是說這樣子我們就不用生活 而是說 遇到種種的事情 要知道人生的事實就是這樣 我們在我們的人生也只能盡力而為 但是沒有誰真的可以控制得了的 如果說我們說我們自己有能力 就一定能夠做得很好的話 那剛才那位新加坡的張醫生 他早就圓滿了 你看他學歷 聰明 經驗 自己還是醫生 還是百萬富翁呢? 但是他還是掌控不了會發生的事情 一個高級醫生 一個百萬富翁 都控制不了自己會生病得到癌症 那我們普通人還要控制什麼呢? 你如果說自己可以控制得了 那你試試看啊 你今天你去控制全世界的疫情 你讓他不要傳染看看 所以只能說 我們人只能盡力而為而易 但是也要接受人生就是這樣 就是知道說 我們人生其實就是一場夢 而我們在一場夢的人生當中 唯一的目的 最重要的 就是念佛往生極樂世界 這樣 我們的人生還可能過得比較開心一點 因為有這樣的人生觀 我們會知足 會知道說 人生其實我們遇到阿彌陀佛就夠本了 一旦你知道夠本的時候 你就會開心了 人生是苦 所以你太在意人生 當然是很苦的 極樂是樂 所以多念佛 想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話 當然就快樂了 像我以前在家的時候 就開始念佛 當我知道我自己念佛 能夠得到阿彌陀佛的救度 到這麼好淨土的時候 其實我自然就會感到很快樂 不管當時 我是在醫學院讀書 還是在法律學院讀書的時候 其實壓力都不小的 讀著這些書 壓力當然是有點大的嘛 但是始終因為有阿彌陀佛的依靠 我就會感到很安樂 也不會說 真的很有壓力的那一種 但是 就算我這樣念佛的信仰 但是我讀書的成績 也不會差到哪裡去的嘛 如果真的很差 我也不會讀到醫學院 讀到法律學院了 那就算說 真的不行 世間的路走不下去 它其實也可以來佛門做事發行的嘛 甚至出家都行 當然不是說 世間路走不下去 就跑來佛門出家 只是說 人世間不管怎麼樣的賺 賺到哪個行業都不要緊 最重要 最後可以賺到阿彌陀佛的淨土就夠了 這樣念佛的人生 反而有阿彌陀佛的照顧 怎麼差也好 也不會差到哪裡去的 佛就說了 我讀一遍 這一段 佛講的經句 其實就是讓我們知道 我們念佛人的命是非常好的 現在世間人都喜歡算命 其實老實告訴各位 不用再去算了啦 因為我們念佛人的命 早就被阿彌陀佛算好了 我們看佛說的 我們念佛人就是人中分陀麗花 就是我們念佛的人會解脫 會得到成佛安樂的命 分陀麗花就是比喻成佛的 就是說 雖然我們現在看起來是凡夫 但是一定會成為最尊貴的佛陀 人中分陀麗花 那接下來又說 那各位 如果說我們念佛人不是成佛的料 那為什麼阿彌陀佛還要派 觀音世之這些大菩薩來保護我們呢? 我們看 我們現在的社會 如果是普通人 普通的安弟安哥出門的時候 根本是不會有保鏢站在旁邊的 對不對? 這個安哥安弟出門有保鏢做什麼呢? 那請問 誰需要保鏢呢? 總統 總理 首相 李嘉誠 這些大人物才需要的 那現在 觀音世之大菩薩 都被阿彌陀佛來保護我們自己念佛人 會成為我們念佛人的保鏢 那我們覺得說 這是小事嗎? 肯定不是啦 世俗人說的 我們一定是VIP啦 就是我們念佛人的 就是所謂的大人物啊 就是準備到淨土成佛的人物 所以才有這個本錢 讓這些尊貴的大菩薩來照顧我們 要不然 以為我們這些煩煩惱惱的凡夫 我們哪有什麼資格讓菩薩來照顧我們啊 各位 菩薩通常是讓我們鼎力供養的 但是 就因為我們念佛的人即將到淨土成佛 所以菩薩通通都來保護我們 圍繞住我們啊 所以每次這個觀音彈 我們都沒有送這個普門品 也沒有念觀世音 我們還是一樣專念南無阿彌陀佛 就是這個道理 就因為佛在觀經說的 若念佛者 觀世音菩薩 大師知菩薩 為其甚有 就是念了南無阿彌陀佛 自然也會得到菩薩的護念 就是說 你念了南無阿彌陀佛 自然也包括念菩薩的利益了 佛愛給我們保證 當作道場生諸佛家 十方諸佛的家 就是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最好的道場 成佛的道場 就是阿彌陀佛的淨土 就而我們念佛的人 不會再出生在六道生死輪迴了 我們這一生 一定會轉生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所以各位 這就是阿彌陀佛 釋迦摩尼佛 十方諸佛 給我們算的命 我們念佛人 就是人中分陀利花 我們念佛人 不再是小民、小花、小狗、小鬼 而是人類當中最尊貴 準備成佛的分陀利花 這是佛給我們新的身份 也是給我們提高身份 就是英文講的upgrade了 有了身份 還有保鏢的待遇 觀音世至大菩薩 成為我們的保鏢 最後 還給我們配一個家 就是極樂世界 要得到這些所有的利益 條件只有一個 就是我們每天專念阿彌陀佛就好 哇 各位 所以我們這個上阿彌陀佛的班 是最爽的 因為你看 待遇最好 但是你什麼都不用做 就是每天動動嘴巴念阿彌陀佛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 我們念佛人 無量壽命就是這麼好命 以後 我們聽到別人講什麼好命啊 什麼升官賺大錢啊 怎麼樣有福報啊 其實都不用羨慕了 因為最好的命 就是我們念佛人的命了 你看看 現在哪一個人的保鏢叫觀音世至的 哪一個人的家叫做極樂世界的 就是我們念佛人才有啊 我們還有阿彌陀佛給我們認證的 我們是人中分陀利花 那世間人 哪什麼大學畢業啦 諾貝爾獎啦 總統獎啦 都比不上人中分陀利花好啊 各位 因為諾貝爾獎也只是個地球而已的 至於說閻羅王啊 他才不看你是什麼諾貝爾啊 各位 閻羅王全法界啊 只有看念佛人人中分陀利花的 閻羅王啊 都要讓路給人中分陀利花的 所以我們念佛人的命啊 就是太好了 哪個人 哪個法門啊 會有這樣子的待遇呢? 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才有的 所以講這些是讓我們不要隨隨便便 把我們這麼好的命給賤賣掉 聽到人家算什麼命啊 學什麼法可以改命 或者某某福報好就去某某福報 這個就是不懂自己念佛的命有多殊勝了 講得不好聽 你就是賤賣自己的命了 本來你自己是當總統的命 結果你跑去當這個乞丐 那請問 你這個不是賤賣是什麼呢? 廣東話聽說有一句話講 謀岩台啊 沒眼看啊 現在不是說我們沒有資格啊 各位 現在阿彌陀佛是已經把佛號送給我們啊 但是有些人偏偏不去拿 好像說 給你一百萬的支票 但是 你自己不去拿錢 反而你去路邊祈討 那你真的就是浪費了 現在阿彌陀佛是成就好萬得洪名 南無阿彌陀佛給我們念 是能夠讓我們解脫到淨土成佛 現成的都已經給我們了 我們念佛就是 結果呢 我們自甘墮落要過輪迴的生活 那這不是浪費 請問什麼是浪費呢? 各位 我們輪迴的生活啊 其實 如果你真的看到事實真相的時候 真的是會很驚人的 像陰光大師 他就有說過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是覺得挺好笑的 不過也有點複雜 就是說以前 有一個當大官的人 這個大官 他有兩個兒子 那大兒子是比較弱小 那小兒子是比較強勢 有能力 所以大官就決定把他的財產分成兩份 比較大的那一份是給弱小的大兒子 那比較有能力的小兒子 他就拿少一點 這樣看起來也是蠻合理的吧 畢竟弱智的大兒子拿多一點 他能夠生活 他比較有能力的小兒子 自己還可以去賺嘛 但是 小兒子就是這個弟弟 他就不滿意了 他就很在意自己的笨哥哥 憑什麼他可以得到這麼大的財產 所以 這個弟弟就利用自己的才華 強勢 把哥哥所有的財產都騙過來 搶過來 一個都沒有剩 那哥哥 本來就是很懦弱的嘛 當然 他也不會去吵啊 也不會去理論 他就這樣被弟弟搶走所有的財產了 自己也沒有能力 也不能做什麼 所以 只能出來幫人家打掃 打工 賺錢 過生活 就過得非常窮 非常窮 就對了 反而強勢的弟弟 搶走財產的 就變得非常的有錢 那過後 這位哥哥跟這位弟弟相訊都過世了 那故事的精彩 就是從這個時候才開始發生的 因為沒有想到 強勢有錢的弟弟過世以後 竟然他投身到哥哥的家 當哥哥的窮孩子 而那位懦弱 窮困的哥哥過世以後 也轉生到弟弟的家 當弟弟的孩子 就說 現在兩個倒轉了 弟弟到哥哥的家 而哥哥就到弟弟的家 但是各位 人一輪迴 哪裡還會記得前世的事情呢? 所以 弟弟跟哥哥根本都不記得他們前世的身份了 那現在窮哥哥變成有錢了 有錢的弟弟現在變窮了 那哥哥有錢了 他現在就請那位窮弟弟來自己的大豪宅打工掃地 但是各位 請問這個弟弟現在是到誰的家去打工掃地呢? 是不是自己前世的家? 是啊 他本來就是這個家的主人啊 但是過世過後 竟然回到自己的家當庸人了 但是這位弟弟還不知道 他輪迴就忘了 過世後 這個弟弟 因為從小在哥哥家出生長大的 那自然的 他就在自己的家裡被灌輸他說 都是你的小叔 搶走我們家的財產 害我們家裡破產 但是各位 其實是誰搶了哥哥的財產呢? 就是這位在哥哥家剛生下來的弟弟轉世嘛 他前世就是他們現在所講的那個壞蛋叔叔啊 他的叔叔就是他的前世 只是沒有人知道 壞蛋叔叔投身過來了 連他自己本人也不清楚 因為他從小就聽這樣子的話 所以他就變得很恨那小叔的家 所以各位 請問他現在在恨誰呢? 他現在在恨他自己啊 就是今世的自己 恨前世的自己 所以我們看 輪迴就搞到自己一個人就變得很好笑 自己要變得恨自己的 還要自己去搶回自己的財產 所以我講故事 很亂就是這樣 我第一次看到櫻光大師講這個故事啊 我還要盡力跟他畫出來 才會明白 要不然故事講到轉來轉去 轉到最後 都不知道誰是誰了 那到最後 這個故事的結局 就是這個轉世的弟弟 拿著刀要報仇 要把前世自己的家人給殺死 要搶回財產 所以我們看 就是這麼顛倒 輪迴就是這麼顛倒 所以各位 什麼叫事實真相?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生 在這個世界 我們的人生 輪迴世界的真相 主師說 我們在我們這個世界的命啊 就是這麼顛倒 混亂的 像一般人 娶老婆 請問你這個老婆是誰呢? 可能是過去很愛你的阿嬤過來投胎的 要不然 你的老婆怎麼會看你這麼順眼嫁給你呢? 你又不是劉德華那樣帥? 她又怎麼可能這麼愛你? 所以各位 這是你的阿嬤過來投胎的 阿嬤 你看 就整天看自己的孫子 哇 很可愛啊 很可愛啊 死後就投胎嫁給你了 古人說的 你看 輪迴就是這麼顛倒 人類所謂的愛情 親情 背後就是這樣 所以講不下去了 再講下去 生活就不用過了 因為事實永遠是很殘酷的 像有些人整天說 迷信迷信 我又沒有看到 但是各位 你看到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不想再過那世間的生活了 剛才我講的那兩兄弟的故事 最後他們是遇到一位高深的典型 記得前世的事情 他們就這樣子出家了 最後還念佛往生道淨土 不想再過這個輪迴的生活了 因為知道的時候就知道這個太顛倒了 所以學佛的人 就算他沒有出家 多多少少都有這點的出離心了 我們念佛人就是要到阿彌陀佛的淨土 要不然這樣子的顛倒 連我們身旁的親人 誰是誰都還搞不清楚 所以還是換阿彌陀佛的無量壽 安樂的命比較好啊 要知道 雖然念佛終極的目標 是要到阿彌陀佛的淨土 換這個無量壽命 但是 以我們現在來說 我們有念佛的話 我們提早念佛的話 如果在生活當中有遇到什麼災難 還能夠提早化解得掉的 像我們最近 有訪問一位叫做呂居士的人 但是也不能說他是一個很正規的佛弟子 因為他平常是沒有怎麼學佛的 他平常也沒有吃素 平常還是一樣跟一般世界人一樣都是吃肉的 那講到念佛 他也只是聽別人說念佛好而已 平常也沒有怎麼樣念佛的 就是要等到危險的時候才來念 那講到這裡 就想說 有時候人的邏輯就是這麼奇怪的 就是他要等到肚子痛的時候 才來蓋廁所的那一種 就是他遇到危險的時候才來念佛 那這樣子怎麼可以呢? 但是一般人就是喜歡這樣子臨時報佛教 呂居士就是這樣 他是每次要等到遇到危險的時候才來念佛的 平常是不念的 那大概有一次 呂居士的朋友有殺豬請客 就邀請呂居士跟幾位朋友一起過去吃 他們就一起開車過去要去吃這個殺豬肉 所以人有時候真的是很得空 他就肯花時間去造業 那個時候他們是走山路過去的 就走到一半的時候 沒有想到 突然他這個車就撕領了 這車不受控制 直接從馬路旁撞了出去 掉在路旁的樹林 那我們剛才講的 呂居士的念佛系統是什麼時候念的? 是危險的時候才來念吧? 雖然這個時候 automatic 跟念佛的都啟動了 就危險的時候才來念佛 那各位 你們看看這些照片 他們的車就是撞到旁邊的樹林 車最後壞到這個樣子 最後還被這麼大量的拖拉車 把他們的車從樹林吊起來的 因為已經都直接創下去了 那各位 你們覺得說裡面的人會怎麼樣呢? 會不會死? 看起來可能會嘛 不死 至少也是受傷的啊 那如果說 裡面五個人沒有死 而且一點受傷都沒有 那你們想不相信? 再講一個 如果裡面的人 又沒有綁安全帶 就這樣直接創 翻車 又沒死 又沒受傷 你們又想不相信? 我們講的啊 就算是電影裡面演戲的 有綁安全帶的 翻車啦 是男主角 女主角也好 流點血也是正常的 但是 呂居士 這車裡面的五個人 全部安然無視地爬出來 一點受傷都沒有 甚至什麼感覺也沒有 沒有什麼頭暈 腦震盪的 過去檢查什麼都沒有 呂居士 因為在發生車禍之前 他是剛剛到這個車油站打油的 就是剛剛才離開 那人有時候開車就是有這種壞習慣 就這樣開車之前 不要先綁好安全帶 就是等一下 一邊開車 一邊綁 只是呂居士沒有想到 在沒有綁之前 就這樣創車翻車了 呂居士說 當時一翻車 他就感覺大事不妙了 馬上大神就喊出念佛 那車一停 一回身 就發現車已經翻過去 卡在樹林當中 當時就是很不可思議 大家爬出來 還是沒事 明明一看車都已經撞爛了 但是就是沒事 所以呂居士說 這個念佛太不可思議了 而且更不可思議的是 當他們下車一看 他們發現 車前面其實還是一個 很深很深的山谷 就幾十米深的 下面還有一個大河 那如果車當時掉下去的話 我們講真的是阿彌陀佛啦 不過當時就是剛剛好 他們的車被幾棵小樹給擋住 就是前面細細小小的樹擋住他們的翻車 才不至於說掉下去下面的山谷 如果真的掉下去 我們講真的神佛都難救了 人死其實還不要緊 因為每個人遲早都會死的 但是這樣還來不及學佛 就糊裡糊塗的死去 就太不值得了 那當地的居民就告訴他們說 這個地區其實應該是有鬼神在搞怪的 因為這個地點每年創車都好幾次 每年大概會死都有死多個人都有 在同樣的地點 能夠發生這麼多次 我們講就不大尋常 但是可以說 因為呂居士這樣臨時的念佛 就化解他們這個大劫難了 車裡面其他的人是沒有學佛的 但是他們也相信這事是阿彌陀佛加持化解的 因為這幾件事情是同時發生的 各位我們回想看 車突然失靈 創車 翻車 沒有把安全帶 差一點還掉下去山谷 車還是被小小的樹擋住而已啊 之前這麼多人都出事了 但是他們五個人經歷這麼多的事情 還能夠毫發無傷迷事 這個不是小小的創車呢 它車是被創到爛的 還要被吊起來的那一種 那肯定想到這樣子的事情 是佛號南無阿彌陀佛替他們化解的 要不然也找不到其他什麼更好的理由了 所以過後沒幾天 他們這些沒有學佛的 還特別去誓願 禮佛 念佛 感謝阿彌陀佛一下 畢竟親身經歷 當然感觸就多了一點了 這是我們最近訪問的一個經歷 就在2019年發生的 剛好那個地區也有我們一位法師 在駐石代工修 那位法師也順便分享到 那個地區有一個景點大河 常年都是有人來那邊游泳的 是一個觀光區 但是每年甚至有幾十個淹死在那裡 那我們法師聽到就在那裡立了一個 南無阿彌陀佛的牌子 結果沒有想到 那時候開始再也沒有出現 有人淹死的事情發生了 大概可以說是被阿彌陀佛佛光超渡到極樂世界化解了 所以各位 我們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它就是這麼不可思議的 不管是我們念佛 還是只有佛號 你立一個牌子在那裡 你看 通通都有效 印王大師說過的 只要是有南無阿彌陀佛佛號的地方 其實就是有阿彌陀佛的佛光 所以往往發生很多這些很死很難的地方 你立佛號的牌子就是有這樣子的效果 那我們遇到危險的時候 念佛還能夠化解 所以我們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就是專念專靠下去 絕對是有大利益的 你想想看 像呂居士他臨時念佛都有效 那我們常常念佛的話 效果就更加不可思議了 是不是? 但是或許有些人就覺得說 哎呀 師父 念其他的經咒 不也是有降始消夜障的現實力嗎? 沒有說一定要念佛啊 其實佛門裡面 任何一個法門可以說都有加持力的 但是 唯有南無阿彌陀佛的加持力 可以說是最圓滿的 為什麼? 就因為佛在阿彌陀經裡說的 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還有阿彌陀佛的無量壽命 這個是其他經咒所沒有的 就是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 能夠喚得到阿彌陀佛的無量壽 我們念佛的人還能夠到極惡世界 身身世世從輪迴當中的解脫 跟阿彌陀佛正道一樣的無量壽 而且阿彌陀佛的無量壽 是永無眾苦但壽諸樂的 這就是念佛特別的地方了 所以為什麼選擇念佛改命 也是這個道理? 因為唯有念佛 才能夠跟阿彌陀佛一樣廣受無量 所以這就是今天學習到阿彌陀經裡面 講到無量壽的經句 佛說這句佛號是代表有阿彌陀佛 跟念佛人的無量壽 所以也就是說 念佛人的命其實跟阿彌陀佛是同一個命 要不然也不會念佛人跟阿彌陀佛一樣是無量壽了 那講到無量壽命 它是安樂的命 壽的命可以說有點不同的 人可以強壽 但不一定好命 但是我們念佛人是得到阿彌陀佛 無量壽都是好命的 佛說 你看在極樂世界可以遠離一切的痛苦 可以得到一切的安樂 那真的是最好的無量壽命了 雖然說這是極樂世界的 但是一些念佛也可以得到阿彌陀佛無量壽的加持了 所以真的 念佛改命是最殊勝的 一下子是得到無量壽最好的命 那我把今天學習到的經文讀一遍好了 好 那今天我們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繼續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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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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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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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平等施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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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亦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亦如海纳百川 亦如海纳百川 亦如海纳百川